还还挺帅的 没有我今天特意去做了一个发型啊 特意做了一个造型 别搁了我们回去了吗 等一下 我马上搁完了 来家人们你们觉得诚心 他勤不勤快 来家人们觉得诚心勤快的公平上扣播一 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来感谢KKK送出的粉丝灯牌 来家人们你们觉得诚心勤不勤快 觉得诚心勤快的公平上扣播一 诚心不搁了我们回去了 怎么了 我今天想到你要来 我都觉得好高兴啊 怎么了你高兴什么呀 你又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啊 我第一次见你 穿着我给你买的衣服来做龙活 你知不知道 我之前让你穿上我给你买的衣服 你都说做龙活太脏了 要把衣服弄脏 你不穿 你看你今天怎么突然想着 穿着我给你买的衣服 然后干龙活呀 你之前不是说要弄脏吗 说不是要见你吗 而且我想着你一会就来了 我想着要见你我都好高兴 所以我特意穿着你买的衣服 那你之前不也是不见我吗 你之前不见我吗难道 不是今天不一样吗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为什么今天是特殊的日子 你先不管吗 不是和往常一样吗 没有 我穿这个好看吗 好看啊 我当时给你买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这个衣服很好看 还是你眼观好 这衣服 你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觉得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来家人们觉得诚心好不好看 觉得诚心好看的公民上打一波好看 来直播家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觉得诚心好不好看 觉得今天诚心穿的这个背带裤好不好看 觉得诚心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好看的公民上全品打一波好看 好不好 家人们 都在说你好看 真的吗 真的呀 那以后我给你买的衣服你就要穿上吗 你看你今天穿的多好看 虽然说是做龙活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有两三套衣服对吗 我们到时候可以换吗 好不好 主要今天要见你 然后你说我穿这背带裤好看 而且我还特意为你扎了高马尾哦 特意为我穿了扎了高马尾啊 嗯 难怪不得我看你今天这么精神 不割了诚心 回去了吗 等一下我把这割完我就回去 你割了好多了 你等我一下我割的快的很 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不割了扎心我们回去了 我马上就割好了 丁哥 你回去了吗 快点啊 马上就好了 好 明显一点 纯真 对吧 阿俊是这么觉得的 不割了 丁哥 我马上就割完了 你等我一下吗 对了 唉 怎么了 嗯 我想问你 你前两天答应我的事情你做到了吗 我答应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你这两天休息好了吗 我这两天休息好了的啊 就可能第一天第二天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操心嘛 但是我现在都已经休息好了呀 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舒服 因为对啊 因为你不也知道我哥不是来帮助我了吗 对啊 所以说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我肯定高兴啊 对不对 没关系 俊哥 那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你一会陪我下去 我再去弄点财 好不好 俊哥 还要下去 下去干嘛 我们不回去了吗 直接回了呀 我们下去 我马上就回去 你说你要干嘛吗 我去弄点财 还要弄点财 没关系 那我来嘛 我来就可以了 你这人真的是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突然觉得你 没有 我不是想着见你吗 肯定要高兴一点啊 而且今天 我希望今天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朋友觉得 怎么有点奇怪呢 你今天 没有俊哥 我们先走好不好 你今天真的有点奇怪啊 家人们 你们觉得之前陈欣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 之前也不会穿 我给他买的衣服 出来干农活 也不会 像这样子 你怎么那天 没有 俊哥 真的 你不要想太多了 真的吗 真的没有 你没有骗我吧 我就是想以最美的姿态来见你 而且我觉得你之前说的话 也有道理 家人们 你们觉不觉得 陈欣 今天好像有点奇怪啊 家人们 你们觉不觉得陈欣 有点奇怪 觉得陈欣 有点奇怪的 公平上打薄衣 好吧 不 你怎么又来了 7点钟了 8点钟 你们这就结束了 还在这干嘛呀 你过来干嘛呀 我没邀请你来 今天 就让你回家 你不是自己答应了吗 男子还 说的话答应哈 没关系 7点钟 7点06分了 8点钟 还有一个小时呀 慌什么慌 你们来道别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开开心心的 为什么道别呀 你在说什么 走神心 我们不理他 今天晚上 我请你们两个吃吃饭吧 可以呀 不是你 你终于懂事了 神心 你怎么今天那么奇怪呢 你说的什么话呀 没有 你昨天 不是解决了那么一大难题吗 我高兴得很 是谁给你说了什么 还是你到底怎么了 没有 俊哥 我就想你开开心心的 那你答应我 以后都要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不是我现在怎么 我 我怎么有点 有点 家伙你们觉得今天 陈欣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为什么 我们明明不是把订单 已经解决了吗 你为什么呀 陈姐 昨天你那哥来 不是 你解决了150箱吗 还有150箱没弄了 还有一个小时 回家吧 跟我走 真的没有 俊哥 你咱们把眉头 舒展一下好不好 我们不要这么皱眉头 好不好 我们开心一点 没关系俊哥 我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吗 对 我就是 那你有什么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不好 你不要藏在心里 好 到个别了 还有一个小时了 陈欣 我不知道你 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走 陈欣我们不管他 好 走 走 走 家伙们你们觉得今天陈欣怪不怪 我怎么感觉今天陈欣有一点 有点奇奇怪怪的呢 你们觉不觉得肯定有问题 那家人们你们觉不觉得 觉得陈欣今天有点奇怪的公民上 扣薄衣 我们一会儿仔细问问一下他 家人们 直播间现在260个家人们 如果说你们也觉得陈欣 今天有点奇怪的话 公民上打薄衣 我看一下 家人们是不是也和我觉得是一样的 那陈欣我们赶快回去了呗 没有 我去那把那个 爱草再弄一点 我们就回去好不好 那么热还弄什么 我们回了嘛 不热 倒是你热不热呀 我不热呀 那走吧 我今天 我感觉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对迷思琴姐姐 我想的也和你一样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真的没有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咱们不要想多了 今天我们主打一个 你说想我陪着你们 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咱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 就不聊那些不好的话题 好不好 嗯 我也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但是陈欣 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 我希望 我希望你不管是心里面有什么事情 或者说你高兴啊 开心啊 你都告诉我 告诉你怎么样 还有一个小时 他在给你道别呢 没看到他穿得漂亮漂亮的呀 陈欣 没有 不是 真的不是 金刚手 我们找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听你说话 我很烦 你知不知道 陈欣 你要照现实说话 现在还有一个小时 现在七点过了 八点钟 你就得跟我回家了 陈欣 陈欣 我们不要理他好不好 来 直播间 现在一千个家儿们 直播间一千个家儿们 直播间一千两百多个 叔叔阿姨哥姐姐 帮阿俊打一波加油 在公平上 好不好 陈欣 怎么了 没关系 我跟你说陈欣 你现在千万千万不要想那么多 虽然说还有一个小时 但是我跟你说 我哥 他一会儿要过来的 昨天虽然说 他只给我们准备了 给我们解决了 一个 一百五十个订单 对不对 但是 我哥一会儿会过来的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人 他说的话 你轻轻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去相信 能不能行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 高高兴兴的 好不好 但是 不管你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来告诉我 好不好 不要藏在心里 行不行 陈俊 还看不出来吗 我都说了 还有一个小时 他在给你道别 没有 是这样的吗 陈欣 不是 陈哥 陈欣心里面比你清楚 陈俊 他是一个董事的女孩 他知道 还有一个小时 你就得跟我回家 没有 真的没有 我把这个艾草 我简直 装在被毒里面 你等我一下 好好 家人们 你们觉得今天 陈欣是不是有点怪 昨天说 那个李婷婷 我今天没有邀请你来 你过来干嘛 你能不能不要 还有一个小时 你就得回家了 我过来干嘛 你能不能不要影响 我和陈欣两个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现在7点11分 还有 差不多50分钟左右 你觉得跟我回家了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我真的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陈欣 走我们回去了 陈欣 走啦 走我们回去了 怎么了 去了 陈哥 怎么了 我不是弄了点这个吗 家里面还打包了很多很多 今天 有一会儿回去的时候 你带点给阿姨吧 因为阿姨这两天不是不舒服吗 我把几年的练舞都给她备好了 到时候晒干了 她就可以泡澡了 不是 你干嘛要这么做啊 我们之后明明天天都要见面的 我明明我天天都要过来找你的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没有嘛 我就想着 能多晒干一点 睡一点嘛 而且 万一以后没时间弄这个呢 万一以后没时间弄了 那样爱 为什么会没有 你不是住在这里吗 为什么会没有时间弄啊 没关系 我们不说这个了 君子 咱们走 那时候你就把拿着带回去 记得给阿姨哦 好不好 君子 你答应我嘛 好 我答应你 是能答应你 但是 怎么感觉你今天 没有 什么意思啊 真的没有 君子 所以我们回去了 还有 君子 怎么了 嗯 我记得你以前经常在这找我 对啊 我每次来找你都是在这找到你的 嗯 你记得吗 记得啊 因为每次在家里都找不到你 因为你经常活动的地方 也就只有这里这一条路上 要么就是那边那个田里 还有那边那个山上 你只在这三个地方 但我每次来找你 我都要从这过 但是每次你都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记得就好君子 你会永远记得吗 我肯定会永远记得的 这是我和你 最欢快的时候 我每次来找你 都是来这里找到你的 我肯定能记得呀 还有 嗯 君哥 嗯 这条路 我们两个 应该叔叔阿姨都知道 走了千千万万次 对啊 你知道这条路 你把它定义成什么路吗 我肯定知道呀 我昨天不是才和你说了吗 怎么了 你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了 没有君哥 还有那 你知 没有 我就是你觉得很感慨吗 我们认识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了 对啊 这么多 你帮助了我这么多 那再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那这条路上 你记得 你叫我叫你什么吗 我叫你什么 我叫你什么 你叫我什么 嗯 家人们 在这条路上 我叫过成心什么啊 家人们 对啊 叔叔阿姨知不知道 叔叔阿姨知道的 嗯 可以把打在公屏上 是的 家人们你们知道 成心在这条路上 叫过我什么吗 知道的话 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你叫我叫过你 我让你叫过我很多啊 嗯 就是特别就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字 非常重要的三个字 嗯 什么字啊 你想不起来了吗 我想一下猪八戒猪八戒吗 是猪八戒吗 还有其他答案吗 三个字 三个字就只有猪八戒了耶 怎么了 你想 想说什么 怎么了 没有 不是你现在 你现在怎么回事啊 没有 净哥 陈俊 我都跟你说了 陈俊是在跟你道别 你这都看不出来 你有这么啥吗 你不是在直播 没有 你问问你直播间的家人吗 咋了吗 现在还有40分钟了 他在跟你道别了 他想把你这些回忆 给你回忆一下 道别了 陈俊 这些现实好不好 不 家人们 陈俊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吗 不是 俊哥 我不可能骗你的 对吧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家人们 你们觉得是不是 直接说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觉得是不是 陈俊要跟我道别了呀 怎么 我也感觉有点像呢 真的没有 叔叔阿姨 家人们 你们觉得是不是 觉得是的话在公民上打拨一 来 直播间说叔阿哥姐 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感觉陈俊眼里有内观 没有 走了 我们快回去了 陈俊 我们不要再站 站在这里了 干什么啊 我感觉 是的 是的 都是这么觉得的吗 没有 真的没有 叔叔阿姨 我就想让俊哥开开心心的 而且陈俊 我今天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 什么礼物啊 俊哥 啊 等一下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啊 给你准备了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呀 俊哥 啊 这是什么呀 好可爱 还知道会冻了 还要转了 对啊 这是小风扇吗 对啊 我不是看到你每天都那么热 你看你汗又出来了 这是给你准备的 不要让你那么热 拿着吹 来送给你 谢谢 还是一个熊猫的标志 谢谢你啊 俊哥 不用谢我啦 但是 陈俊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 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事情 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不好 不要藏在心里 行不行 嗯 那我们就赶快回家 我真 不是你干嘛你 这么什么好玩意啊 这是俊将送给我的 这俊将我会 这是 这是这个礼物 不知道你是你送给我的这几个 俊哥 太多太多了 陈俊赶紧给我回家 每一份礼物我都会保管好的 俊哥 咱们今天 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礼物给你呢 以后不要送了 俊哥 为什么不要送了呀 不是 哎呀你 都没有以后了 送什么送啊 不是怎么哪里都有你啊 你能 你最后半个小时 陈俊你能干嘛 你答应你妈妈的八点钟跟我回去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口罩取了呀 我真的 我真的看到你这样说话 你不闷吗 啊 没关系 陈俊 我就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答应 你妈妈八点钟回去 现在已经七点二十了 七点二十了 还有四十分钟时间吗 四点 八点钟是不是时间还没有到 那最后一分钟都可能有奇迹的 啊 怎么呢 嗯 你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你先说你答应我 我还要先说答应你 那如果说你叫我不要来找你了 这个事情 我怎么能答应你啊 这么开心的 那个一天 我怎么会叫你不来找 不要来找我 你可不可以先说啊 为什么我要先答应你啊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先答应他 来直播间六百多个叔叔 爱哥姐姐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先答应陈俊啊 要答应的扣一不答应的扣二 我看到迷世杰姐姐说的不答应 来家人们 答不答应答应的扣一不答应的扣二 陈欣我不能先答应你 直播间的 杨家人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都在说 不能答应你 没有 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在 背我一下 就这个 家人们你们听到陈欣说什么了吗 他说的是 我能不能在这条路上 像之前猪八戒背媳妇一样再背一背他 你们怎么都说不答应啊 早知道这样我就先答应了嘛 说了不答应 啊 那我现在重新答应你 好不好 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迷世杰姐姐姐你看嘛 他明明说的明明说的是 明明说的是想再让我背他一下 早知道我就先答应了 那 我现在答应你一样的嘛 反正我都可以答应你的 好不好 你现在答应我 我现在答应你 你确定吗 我可是最近吃多了有点重哟 我确定啊 好不好 那 你再追我一下吧 现在 好 家人们 那我家人们你们说我要不要背诚心 家人们你们想不想看我背诚心 我们背诚心走回去 想不想看 想看到在公屏上打包想看 来 直播间所有速抓一个姐姐 想不想看我再背诚心一次 想看到公屏上打一波想看 都要看都想看 那你 对啊 那你把背都放下来 但是一会那个李婷听来了 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管 好不好 你就在我身上不要走就可以了 啊 不要下来 不管他说什么 把他放在太地里面 好 你把背都放下吗 怪怪的 家人们我现在有点懵逼啊 我现在 好 那昨天下 说阿哥姐我们先什么都不管了好不好 既然诚心说想让我再背他一次 那我就再背他一次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们现在先什么都不要想了 好不好 家人们 那我们就先背诚心回去 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说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想不想看吗 我知道你们肯定也想看我再背一次诚心的 想看对吧 都想看 那诚心 那我就再背你一次好不好 我以后每天我都可以背你的 如果说你累了的话 我都可以从外面把你背回家的 不用每天 就今天 就今天 没有啊 以后你想让我背你的时候我都可以背你啊 你累了我就背你啊 哎呀 以后都是以后再说嘛 俊哥 怎么 现在直播间那么多叔叔阿姨哥姐都在说 最后一次呀 没有 俊哥 什么什么意思啊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都在说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背你 什么意思啊 不是 啊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俊哥 你不要骗我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 家人们你们觉得陈欣有在骗我吗 怎么感觉我现在脑